週五由科技巨頭谷歌公司推出的谷歌探險 走進了舊金山的小學課堂 小學生們透過虛擬實境的設備 驚喜體驗高科技帶來的不同感受 在課堂上 隨著老師的指導 學生們第一次看到了屏幕上出現3D的太陽系火星等 他們不時的發出驚嘆聲 虛擬現實讓原本枯燥的課程一下子變得生動有趣 牢牢地抓住了學生的注意力 每當老師引導進入下一步的課程內容 學生們便發出一次驚喜的歡呼 這是谷歌探險項目第一次走入舊金山聯合學區 谷歌探險項目主要用途是提供教授人員輔助教學 結合VR場景提供更豐富的資訊給學生 學校老師認為 傳統教學和新科技應該並重 我認為你需要兩種 我開始了一個小學科學科學科學 每天一星期我們做一個科學科學課 我認為這是未來的 我們必須教導他們的未來 所以他們還需要在課程、寫、寫、學習和紙 校方表示 這是谷歌的其中一個項目進入校區 未來可能有更多的科技項目走入校園 新潭記者金亞蘭、余偉、朱金山採訪報導 有請到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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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